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股市必须重新定义 不然的话传统工业有别于新的经济 第二个 既然股市定义经济就必须重新启动 启动经济必须要有现金 所以股市需要有经济的推动 进一步第三个 我也分享了 大选之后全球的经济格局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必须重新来谈判 但是这脱钩合作是是而非的经济 在儿后的短期之内 供应链没有办法一刀两切 所以既是脱钩又是合作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整个全球经济格局 希望对您在儿后大选之后的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谁当总统还是不明朗 是拜登还是川普现在不明朗 那对经济来讲就是对股市来讲 哪一个当选这个股市会比较好一点 那就是说 Dow Jones或者是Nestate 哪一个会是比较好一点 对哪一个总统当选对哪一个股市会比较好一点 好 非常好 这在传统的整个的总统大选当中 大家都会分得比较清楚 举个例子 假设这是典型的整个的传统的总统选举的话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当选的话 Green Energy绿能源应该会好 绿能源的汽车工业会比较好 像Tesla了 像我们Silicon Valley也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民主党对移民比较开放 比较愿意听人民的声音 对于我们的H1签证也会发多一点 对于整个Silicon Valley也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很多医疗生化股 民主党的候选人通常会有帮助 所以我讲了已经四个subsector了 但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传统来讲 如果他们当选的话 第一个benefit传统工业 国防工业 还有传统的石油石化工业 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些传统工业的subsector 但是这一次呢 确实不是这样分 你可以看到刚刚我的分享 现在呢 无论哪一个候选人当选 市场在过去两个天的跑法 你看看 无论当不当选 重点是 清除不清除最重要 如果不清不楚 lawsuit的话 像2000年一样 高尔跟小布希 在佛罗里达州的计票 last 36 days 这种情形 2000年的时候的11月12月 股票就开始大跌 一直调整到2003年的第二季 打第二次的海湾战争 所以持续的拉长并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过去两天的整个的股市跑法 越简单 斩钉截铁能够马上宣布胜选的 对股市都还好 所以你可以看看 第一个 市场希望斩钉截铁 有哪一个总统并不重要 第二个 你也可以看到 刚刚我所分享 现在是分作旧经济的传统工业 新经济的载 经济工业 载科技 这样的分法 所以而后呢 可能来讲 可能你如果大选之后 一般来讲 无论哪个总统当选 清楚明了的话 有可能在短期之内 持续的在上涨 在上涨 上涨的benefit的sector 是载科技的经济 载科技就是载购物 载娱乐 像Netflix Disney 或者载运动 或者载办公 Microsoft 这些高科技 还有载工业的高端晶片 特别今天公告 盈于Colcom涨得17块 5G跑得比4G块 这些透露出很多很多的信息 特别过去两天 我们NASDAQ股票 涨幅比传统工业 多涨两倍到两倍半 可见得我们矽谷的宅经济 持续扩大战果 这一点比较重要 所以有一点点拉长 回答你的问题 希望我的回答你会满意 老师 我想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你 就是因为你刚刚都是讲到说 我们的美金可能会贬值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手上可能 大部分是美金 可是因为我们都从亚洲来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人是 在有人民币 有的人可能有台币 或者是其他的货币 那你觉得我们能够 怎么样子来避险 就是说at least 不是手上都是美金 万一美金贬值 是不是对我们的整个资产 其实会有感觉缩水的 这样子一个情况 有可能的过去半年 我们美金一般来讲 已经跌了10%到12% 那在东亚的几个国家 东亚的几个国家 像台币就从30块多 升值到28块多 往28块27块跑 这是过去我离开台湾 三十几年来台币最强劲的 今年就是今年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当这张图 当我们鲍威尔主席 宣布2023年以前 必须保持零利息 让你持续有投资的动力的时候 释放的信息不是在短期 而且是在中级跟远期的 美金的走向 所以第一个已经坚定掉了 美金会持续的疲软 第二个 你又看到这个 第二波经济刺激方案 再放去2.2兆 我们已经放了5兆 再2.2兆 我还没讲到 明年2021年还要几兆 我还没讲到 第二波或第三波 疫情卷土重来 这种情形要撒多少钱 这种情形的话 美金会持续的疲软 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如果你是大公司 你非常的需要避险的话 当然你就要分散风险了 美金可能还是你 必须握有做生意的话 但是东亚的这些货币 人民币也在升值 从7.0 3月4月开始往回涨 涨到6.7 这种都非常的明显 日币从1.15 现在是105 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可能你要分散风险 就好像巴菲特一样 他买了日本的五大商社的股票 他投资的是日币的当地的日本股票 所以可以的话 你可以分散一些币值在东亚 或者是货有主要的美金 或者是欧币都可以 特别在额后的一年到两年 可能变动会非常的大 好不好 陶老师曾经提过 我们的股市大家要注意的两个roadblock 一个是选举 一个是疫情 那现在大家都在focus在选举上面 那一旦 而且现在其实选举并没有确定性 那选举加上再一次的疫情 然后呢 接下去大家也在 投资者也在看纾困法案 是不是可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这些会不会成为下一个roadblock 是大家要小心的 roadblock就是一般来讲 我曾经在过去几个月 第一个选举 那选举当然希望这两天就会定调 那定调之后 股市还是非常勇敢的 因为下一波 就是第二波刺激计划的钱要下来 钱下来 当然疫情持续有可能恶化 这种恶化 一天确诊10万 11万到15万都有可能 而后的一季两季 持续这样到2021年年底 所以整个的roadblock大选之后 就是疫情 还有现金要持续的扩大 两党是不是work as a team 就好像我在上半场所说 过去两天 我们录影为止 过去两天 似乎市场非常comfortable 有关于现在整个大选的走向 第一个平衡 众议院还是一样民主党的 参议院有可能 有可能我们还不确定 有可能还是共和党多一票或多两票 这种就可以制衡 无论哪一个总统上 哪一个总统上 那这种情形就说 即使换了政党 税要提高 也可能过不了 Senator这一关 对不对 在参议院过不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制衡呢 似乎在市场上 非常非常comfortable 第二个 在市场上 你可以看到明显的 就是高科技的 宅经纪的股票 持续大涨 大涨的程度非常的惊人 可以看得到 市场对宅经纪的投资 无论是短线的trader 长线的investor 都一样的 非常comfortable 所以加码投资 第三个 你也可以看得到 似乎看得到 汇率的走向 对于中国相关的概念股 都持续的 大涨上来 不仅是中国的内需 持续扩大 他们的盈余 较好 但是第二个呢 更重要的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整个的政治的平衡 美金 全球的美金走向 把美金 流到东亚去 所以将中国概念股 无论是阿里巴巴 无论是京东 无论是拼多多 都一样 股票都拉高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市场对现在 整个大选的趋势 非常满意 投资者 短线 长线 持续投资 所以对于你来讲 你刚刚的问题 这个roadblock 我都认为是 逝世而非 疫情 加重 钱 就会下得更大 所以对中产阶级 还是 有好处 重点是 中产阶级 必须照顾 有钱下来 能够继续的 让 马照跑 舞照跳 股票 持续推动 好的 看看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Fed是对市场觉得乐观 还是悲观 然后 生技股最近好像 涨得蛮多 不晓得 郝老师觉得这个sector 是前景怎么样 好 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生技股 生技股在过去 七个月当中 都是非常的volatile的 重点是 无论是 Moderna也好 无论是Pfizer也好 都重点在 它的Vaccine 有没有出来 所以传闻出来 就往上涨 不行 就往下跌 那这种情形 非常非常明显 另外一次就Gillet 就是最明显 就是Gillet 三月份 四月份 与台湾合作 好像要出来了 但一会儿没出来 就大跌 所以你看得到 七个月来 大部分都是拉一条线 往下 比较居多 照如你刚才问的问题 如果你是长线的投资者 当然 你有你的看法 有盈余 可能会出来Vaccine 你可以投资 但是短线 尽量避免太短线的投机操作 因为你睡得不好 也有可能没有赚到任何 记得大的趋势赚得多 浪花不算什么 大的趋势可以赚得非常的多的 那再来另外一个问题 有关Fed Fed刚好在礼拜三 礼拜四 今天我们录影为止 公告 零利息政策 还是不变 第二 总统大选 不会影响他们的决定 还是我讲的 换Party容易 换Policy 非常的难 Policy 照Power 在这两天所公告 Policy 很难更改 还是零利息 那市场呢 它能够控制的是短期利息 中长期没得控制 所以你必须注意 如果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中长期利息往负利息跑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国家可能还会持续撒钱 所以撒钱的Policy政策 不会更改 所以也一样的回答你的问题 好吗 好的 你们的问题非常的精彩 请问一下郝老师 最近中国概念鼓掌的很多传言 就是有人在炒作 请问郝老师怎么看 你讲的 就是说跌的很多 刚好在这两天 它是涨的很多 它是涨的非常多 我刚才讲阿里巴巴 那我刚才讲的 无论是百度 无论是拼多多 都长得很好 短期都长得很好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 中长期长得更好 长得更吓人 因为market不一样 market的确不一样 百度主要以中国跟印度为主 印度现在没有了 但中国内需的扩大 让这家这几家公司都非常好 我举个另外一个例子 京东好了 当你在一月跟三月lock down 中国了的时候 你快递 无论是阿里巴巴 京东都需要他们 你开放的时候 物流更快 还是需要他们 再加上双循环 所以他们整个的市场 跟我们美国跟欧洲 不太一样 当我们在欧洲已经lock down了 第二次lock down 美国考虑第二次lock down的时候 人家一样去看电影 它从四月五月经济持续的开放 它的business model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看台湾也一样 已经不戴口罩了 对吧 你看看韩国也一样 所以整个来讲 整个的business model不一样 防疫的也不一样 所以防疫好的国家 经济重新启动 对吗 东亚的几个国家都是如此 你如果再仔细看的话 东亚防疫好 经济好 特别科技的国家 它的股市更好 像台湾 像韩国 像半个中国 中国的深圳 深圳是比上证指数更好 像日经指数也不差 这些都是因为5G benefit到 今天的call calm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call calm到我们录影为止 今天涨17块 5G卖得好 你怎么会想说5G卖得好 而且它不是过去一季卖得好 现在卖得好 而且它前倒预测明年1G 2G持续卖得好 这整个的经济格局 就是我讲的 既脱钩又合作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短期之内东亚的国家 一样的更加的明显 是马照跑 舞照跳 股票照涨 这个是我对整个东亚 跟中国股票的观察 工作你的参考不一定完全正确 但是事实已经跟我们讲 5G是整个全球的系统 我们不做5G吗 我们做5G call calm赚钱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既脱钩又合作 你看NVIDIA也长得很好 AMD也长得很好 这都是5G的 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到问答集 郝老师问答集就到现在为止 保留你的问题 持续地在YouTube上面 你就发短信给我 我们的同工会收集起来 我尝试着回答你 非常谢谢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希望在这一段等候大选期间 你心中有平安 最重要的 我们都是美国的公民 都是一样同胞 没有任何敌人 照圣经所说 诗篇133篇第一节 帝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 我们愿意上帝赐福这个国家 我们在这个地方生长的百姓 一起蒙恩得福气 11月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过去7年 谢谢你支持财经趋势 所以我会在云上面 跟你面对面的见面 有一个非常好的见面会 在见面会里面 我跟你无话不说 11月12号 19号 还有22号 甚至是12月3号 都是11点半 唯一天 那就是感恩节的那一个礼拜 11月22号 我们是晚上礼拜天 7点钟 所以希望你在这四个时段 你都保留下来 跟我面对面的 我们聊聊天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 看到你卢山正面目 也进一步 然后谢谢你 对我们财经趋势 7年来的支持 热情 点赞 跟订阅 再次的谢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Howard Chan 陈少豪 我们 下次见 关注财经趋势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记住在新上 新频道 新 хотя이� 퍼 mog 新平均 新新